這個款式是真皮的布料 這個是偏斯文的款式 杯囊 這個是牛皮 它的造型已經展示了一個很斯文的效果 它是可以保持住的 挺身的型態 不搭的 它是全牛皮的質地 它配上了一些淺金色的金屬配件 這些都是淺金色的 後面帶位也是淺金色的 可以做一個長度的調節 我現在就大約去到尾椅的長度 如果你喜歡放長一點的 也可以有三個扣再選擇 這個就是這樣的 做一個領 打開 另外這一幅也是偏硬一點的 這個是有一個 平滑的 這個是比較硬一點的 這個就不同的 聽聽看 這個是軟的 這個是比較硬一點的 因為它要蓋住 持住它的型 所以這個是加固了的 鬆開裡面 抱歉 這樣給大家看 我現在打了一個結 這個是索帶位來的 然後我再鬆開那個 刺激的狀態 對 這個就刺激的了 這個有一個大格 有一個拉鍊位 這個 李布 有一個封琴位的 大家看到封琴位這個位 都是加固了 這個也是軟身的 這裡也有一個側骨線條 整個的觀感都是比較Lady B的 所以都是以一些弧度為主 我現在就再索解了的狀態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解了的 其實它的形本身都真的留在這裡 這個就是尾耳短 這個就是尾耳短的長度 打側體 大約 差不多五分四左右的手掌 都是厚身的 但是它的線條也是比較斯文為主 我可以配搭一些Lady B的單品 做一個 看看自己喜不喜歡背囊 因為這一類的背囊真的少有些 尤其是這麼Lady B的款式 因為我自己都有看中一些比較斯文的背囊款 不過我就不太喜歡 鏈狀的背囊帶 對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因為我覺得很膩 所以我通常都是喜歡 真的皮帶或者布都OK 對 如果是鏈身的那種 我自己就不太選擇 選擇的 如果喜歡可以這樣 也是一個很斯文 大方得體的背囊款 是真皮